我們看另一期 他說現在有個雙星 他們繞著直心做運動 一個是M1 一個M2 距離是低 第一個他們說所受引力量值多少 量值的比 但是1比1 就是大M1給M2的吸引力 與大M2給M1的吸引力 都是低平方 問字機大M1大M2 只是方向相反而已 所以外面的比是1比1 1小1比1 向心焦度直低多少 現在向心焦度就是等於全部的焦度 因為它只有那個 就是它的切線方向沒有焦度 只有向心焦度 也就是說 我們知道這個F F現在都是向心力 外有力氣都是向心力 F是等於M1A 現在F是一樣的 他受的力跟他受的力一樣 所以這個加速度 知道這個焦度就已經相近焦度了 相近焦度跟什麼 跟這M 這我寫大M好了 大M的話 是乘盤比 跟大M乘盤比 所以我們都知道 AC1 所以它的相近焦度 比上AC2 等於M2 比上M1 所以第二題是M2 比上M1 我們看第三題 我們看第三題 軌道半徑比多少 軌道半徑比 直線不會動 它們會繞著直線做轉動 直線到達直遠距離跟質量乘盤比 所以這個是M2 比上M1 它都軌道半徑比 就是R1比R2 事實上會等於M2 比上M1 這是比 這是相近焦度 A1 A1 比上A1 A1 再來數域的比 我們知道這個數域 是等於R Om V的話 是等於R Om 這個中期是一樣的 它繞一圈 它也跟著繞一圈 因為直線不動 這樣繞一圈的話 它也跟著繞一圈 所以角速度 兩個是一樣的 角速度的話 M2跟M1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軌道數理 是讓跟R 是乘重比的 所以我就知道這個V1 以上V2 跟R乘重比 所以是M2比M1 M2 M2 角速度的比 當然是1比1 Om1 1比3 Om2 因為它們的懸染都是一樣 Om2 是等於2π 4t 它轉一圈 它跟著轉一圈 都其實是一樣 所以角速度的比是1比1 好在 星球與直星連線 在單位時間內 所掃過的面積比是多少 那所掃過的面積 因為它周期一樣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面積數率 我們叫做DADT 面積數率是等於多少 πR平方 再處於那個周期T I 兩個的周期都一樣 M1 M2的周期一樣 π一樣 所以就跟什麼 跟R平方是成正比的 所以我就知道 這是 DA1 DT 就是第一個支點 它 單位時間少過面積 就是以這個 當原點 單位時間少過面積 以上多少 星球與直星 這個是直星 連線單位時間少過面積 就是 DA2 DT 這點 這是等於 R1 平方 這個面積數率 跟R平方成正比 比上R2 平方 他們知道 R1 比2 是M2 比M1 所以這是 M2 平方 比上 M1 平方 1 2 2